所以第四节先生好好休养 我们等你再度上场 接下来镜头回到国内来看到的是 今年37岁的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出道12年首度献出了内衣广告的代言 他接下中国厂商两年2300万的代言 拍摄一系列的性感内衣宣传照 他难得尺度再度大开 据了解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绯闻男友 严陈旭的鼓励 才在日本取代藤原季香拍广告的志玲姐姐 清新形象深植人心 但最近再度身材大解放 接下大陆内衣厂商代言 两年2300万的天价拍摄一系列内衣宣传照 有都会优雅也有甜美俏皮 但共通点都是穿着四脚裤入镜 尺度略显保守 而这一款马甲装则展现腐媚风情 宇人节当天林志玲也以代言人身份 出席记者会鲍如走秀 第一名模林志玲还自曝爱收藏内衣 多道样独立贵子来装 出道12年 从没正式拍过内衣广告的她 一周看报道 这回37岁首领大解放 是受到绯闻男友严陈旭的鼓励 在此之前2002年 这支瘦身广告结合清纯和性感 则是让她一炮而红的代表作 今年来林志玲努力向外发展 也正在日本拍摄电视剧 人气水涨船高 接拍那一广告也增添不少话题 一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